就是人太多有點不好意思 小孩就是會想要抱抱比較安全感 遇到人多的時候他們會這樣 就會想說會不會找不到媽咪 所以就會想要來媽咪抱抱 其實面對小孩跟寵物都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也蠻習慣 就本來想說都交好了 結果上台還是給我掉漆 就覺得很氣 就是惡夢還是又產生了 所以其實我很怕帶著小孩一起出席活動 因為我真的很容易被分心 然後再來就是小孩真的很難受 很難受控 然後我的搭配就是 反正小孩越鮮豔越好 越鮮豔越可愛 所以什麼小碎花啊 顏色很亮麗繽紛的 小孩穿起來就是可愛 那除了樣式的話材質會 材質我其實特別的慎重 是因為我一個小孩子 大大小的那個 他皮膚很敏感 所以只要有一點點 不好的材質 他馬上就會過敏 而且會狂抓抓破皮 所以我在幫他挑選衣服的時候 我都會慎重選材質 一定要是純棉的 然後透氣度一定要非常好 最好還有經過這種 就是這種Ecotex Center 100這種測試 那如果經過這種測試合格的話 保證沒有問題 小孩子怎麼穿怎麼舒服 過去有不愉快的經驗嗎 例如說過敏啊 或是什麼亂動 然後很容易就破一大洞 過去的經驗就是 譬如說有一些阿姨送的衣服 或者是材質 可能我們沒有經過自己 認真挑選的話 他很容易就過敏 然後半夜就一直狂抓 真的是抓到流血 真的抓到流血 然後那個媽媽看了都會很心疼 因為他不好睡 媽媽也就不好睡 所以整個會產後憂鬱症 又要大發作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小孩穿的舒服 對媽媽來講是一種很 很有保障很安心的事情 因為他滿舒服 我們就會也比較安心 也比較快樂 不會受到任何干擾 可以舒舒服服的睡個覺 或者是逛個街 我老公其實很不贊成幫小孩買太多衣服 他覺得好穿舒服的幾件就好了 所以其實我都是背著他偷偷的買衣服給小孩 對 所以他都 他不會跟我們太多 他也沒有太多時間跟我們一起逛街啦 但他自己本身也是很愛這家衣服的人 因為他自己也是走舒適為主 你也知道醫生就是開刀什麼的 常會大冒汗大油頭 我們全家人都變立體了 只剩小孩還沒有 就是他自己因為在做微診啊 在做醫美 所以他當然對自己的無關也稍微要要求一下 畢竟自己也是個門面嘛 所以他自己就有幫自己稍微精雕細琢了一下 然後也很受好評 所以我現在跟他走在路上 很多人就一直在講說 我們是姐弟戀什麼的 所以我就有跟他說 不要太超過 適可而知 而且走在路上很多人說 你們應該差個十歲吧 還有網友說 你兒子長這麼大啦 我就想搭電視了我 你會一直跟你說 下次你不準在整嗎 沒有啦 我覺得保持年輕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我會繼續支持他保持年輕 但是他在保持年輕的同時也要顧到我 所以我要繼續保持年輕 要不然我剛剛走在路上 真的 你知道那種大家的眼神 就是會給我很大的壓力 所以我們就繼續就是 朝著年輕邁進這樣 好